现在我们介绍如何利用圆折出一个正绅形 首先我们要找出这个圆的圆心 所以我们将圆对折再对折 对折之后会产生一个焦点 这个点就是圆心 接着我们再将其中一个折点往圆心对折 再将对折所产生的折点与前面的一个折点 它的连线当作折线对折 对折后同样的方式再将左边对折 对折后这就会是一个正三角形 接着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这样会是一个正三角形 因为我们对折的关系 所以圆心画下这一条线 它会跟这条线是垂直的 而且这一条线会是半径的一半 因此如果半径是二的话 那么这一段就是一 满足了一比更好三比二 所以这个角度会是三十度 同样的折法下来之后 我们一样做一件事情 圆心往这条线做垂直线 当我们去做垂直线的时候 因为对折的关系它有对称 所以这个点一定会与圆心重叠 也就是这一段的长度一样是半径的一半 所以一比更好三比二 所以这个角度也会是三十度 所以当我折一次折第二次 我产生的这个角度就会是六十度 同样的方式 另外这一边也会是六十度 一个三角形两个内角六十度 那它一定会是一个正三角形